1998年1月21日,农历8月23,这一天俗称小年,也叫祭造节。 在这样的日子里,天南海北的人们大多都在忙碌着准备过年。 可是河南省路易县太清宫在隐山大墓的考古发掘现场,墓葬的清理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当墓坑底部的一间星铜圆顶被递到在二层台上等候的工作人员手中时,人们在器物上发现了几个珍贵的文字。 这是一种久远的象形文字,粗略解读,队员们发现它竟然真的和那个大家迫切其待的推测相关,老子口。 当这三个字被宣布后,现场一片乱疼,眼前的这座周代大墓真的属于仙者老子吗? 史记中关于老子不知所终的记载是否要就此改写? 这位道教十足,传说中的太上老君,真的生于私,死于死,名于死,最终葬在了故里,河南陆毅了吗? 这位道理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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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1997年初 河南省文武考古研究所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迅速组织人力务力 对位于周口市路易县城郊的太清宫遗址群进行考古发掘 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名叫太清宫的建筑 用来祭祀和供奉老子 至于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路易太清宫是许多古籍文献中记载的老子出生地 发掘的原因正和这个有关 最重要是随着老子古籍的一款一级 就是说老子证明老子是路易人 然而这样一次普普通通的考古发掘 竟然引出了一个堪称神奇 完全属于意料之外的考古大发性 时任河南省文武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志清 被任命为此次发掘的领队 带队来到现场 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 开篇就说老子者除苦献立香居然理人也 路易古称苦献 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算的献制记载 因为出了老子后来又改称真元心元 史料记载 唐朝时期路易太清宫规模宏大 层楼叠系 整个建筑群占地多达数百亩 唐朝时期他把太清宫作为是唐王的家庙 整个面积达到了872亩 楼台殿隔600余间 所以非常的宏伟壮 遗留至今的清代建筑太极殿 墙壁上镶嵌的元代碑刻 也从侧面记录了太清宫的凡圣 太极殿前面有一个围 冤在了一个执照围 但是命想起来就是 以太极殿反应合适势力 这就是太极殿 太极殿原来的鬼王 就是在这反应实力内的 一切宿母一切土地 都为这个太极殿教 是吗 这是冤在皇帝法的一个执照围 太清宫离职分前后二宫 前宫供奉老子 相聚义宫里的后宫供奉的是老子生盟 由于唐代奉老子为始祖 高宗已至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 武则天更是尊老子的母亲 为先天太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身份 老子的道场才可以称之为宫 供奉老子的建筑称为殿 让历史上的太清宫古建筑群 有了一种皇家宫殿的 堂皇庄严 时光荏苒 曾经庄严肃穆的道教祖庭 在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袭后 如今映入考古队员眼中的 却完全是一片熙熙攘攘的 乡村街市 历史上鼎盛一时的太清宫古建筑群 不见蹤影 只剩下三座清代建筑 零星的点缀在现代建筑之间 这给考古发掘带来了很多困难 太清宫那个足迹区域 就是前面是冥王 后边是这个真正窟 都在那个方向下来压入 科目法律的地方非常小 在太清宫移植进行发掘 秘密的第一个难题 竟然是拆迁 好在路易县政府 接过了这项洗手的工作 但是在等待拆迁的过程中 考古队却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为了宣传法律 面积比较大的法教计法 先到后宫 尽管是无奈下的选择 但在后宫考古队员的钻探 仍然取得了不少收获 通过发掘 这里陆续出土了层层叠叠 不同时期的建筑机制 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金时期 上面是紧的 上面是宣传的 下面是宣传的 更下面可能还有宣传的 但是宣传的地址比较低 后来又降水了 没有参考器的问题 以后就保留到地下了 这些建筑机制说明 自唐代起 太清宫后宫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祭祀建筑存在 那么考古发掘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这个一直是范围非常大的 由于在后宫发掘 这个东西可以证明是提示 老子母亲的考古资料 但是提示老子的悲喜还是悲喜 后宫发掘完成 但前宫的拆迁依然需要漫长的等待 考古发掘一度面临停滞 这时候一位村民突然向考古队通报 一个情况 在距离太清宫前宫仅有百余米的地方 有一处黄土台地 尽管面积不大 也只是比周围略高出少许 但在卧夜千里的渝东大平原上 仍然被称为隐山 五十多年前的一场暴雨过后 就在这座土山上 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它旁边就是一下雨就冲过来 这个土层就发现有个红线 红线是由雨水从土层中冲刷出的一些红色物质构成的 一开始 目睹这一情景的人们吓了一跳 等到大家撞起胆子 将红线源头挖开 去发现了一个存有猪沙的土坑 坑那边就是宠在右边这个 网络右边这个土层 它叫浴室派子 就是撒牛群的那个 后边后边的仓房 前面一个箭 它叫浴室派子 出头为由这些东西 经验丰富的张志清立刻想到 所谓的雨水牌子应该就是玉龟 小桶碗则是祭祀用的青桶礼器 这样看来土坑岂不恰好 正是一处典型的祭祀坑吗 当时呢我们就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祭祀老子的 因为它就捡这些东西 拼得到祭祀的 在路易博物馆 目睹了这批文物的张志清 激动不移 因为从年代上分析 这批文物应该属于战国时期 正好略晚于老子生活的年代 发现后人祭祀老子的建筑遗存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能够找到这一时期 人们祭祀用气这样的直接证据 岂不让发掘的结果更加圆满 1997年5月 太清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队正式移师尹山 在这里展开了钻探 很快在尹山的钻探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两座并列的马坑出现在了考古队员眼前 经过初步判断 马坑所处的年代明显接近于春秋时期 是两个四匹马马 就是两种一种四匹 在祭祀中使用车马 早在商代应许一迟的考古发掘中就曾经出现过 到了西州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 车马坑中玩马的数量更是成为了社会等级的体现 关于古代驾驭的理智 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 《毛诗》中记载 天子至大夫同价四 士价二 《义里王渡记》中则宣称 天子驾六马 诸侯价四 大夫三 士二 数人一 东汉时期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支持后一种观点 而同一时期的经学大师郑权则持反对意见 那么眼前这座拥有四匹完马的马坑 究竟属于诸侯还是大夫呢 如果按照许慎的观点 祭祀的对象就应该是一位诸侯 可按照郑权的意见 老子恰好能够对应大夫这个阶层 如今供奉老子 又拥有老子故里诸多证据之称的 路易太清风遗址区域内 发现战国时期祭祀的痕迹 以及中秋时期拥有四匹完马的马坑 那么这是否能够说明 在很久以前 人们就已经开始虔诚的祭祀老子了呢 马坑的出现 让在场的考古专家极度兴奋 他们携带着 关于老子的事迹新发现 能够在自己的手中诞生 要如果达成了集祀 那其他的地方就附近 把我们附近还应该有更重要的 这个集祀的体制啊 接下来 张志清和他的队员们 围绕着马坑 开始了新一轮的寻觅 可是发掘地点周边的环境 却给队员们带来了考验 因为这个马坑这边 这个附近已经都是命化了 这个命化在法庙了 于是如何准确地寻找到 相关建筑的痕迹 这成了考验考古队员的一道难题 给你马坑的位置 马坑的抄下 以及这个马坑的 马坑外围方线的 是一条笔直的建筑机 夯实的墙基形成了一条 西北东南走向的车线 那么在这堵曾经的围墙里 圈起来的会是一座 怎样的建筑人 带着这个疑问 根据马坑和墙基的相对位置 张志清很快就在村舍间的 一块空地上 划定了下一步进行发掘的区域 张志清所说的两条线其实并不明显 只是由不同土质相邻构成 但在考古专业学者的眼中 没有扰动过的生土和挖掘翻动过的熟土 今未分明 这两条线就代表着一座建筑医址赫然出现了 那么这样宽三四米 长度未知的建筑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沿着一直延伸的方向进行了跟踪发掘 就这样防党拆防 不党疑问 发掘持续向前 但直到遗迹的走向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座奇特的建筑还是没有显露出全貌 在华台湾的景象很是没有到处 已经黑插了 已经走到十几米了 还没有到处 这时候张志青开始对这个奇怪的建筑 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他专门致电 时任河南省文部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考古学家 郝本信 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支持和指点 在这个发掘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水工 这个我们的发掘的主持人呢 张志青就来找我 他说这个水沟啊 奇怪 是一个剧情的 就是带拐弯的 我跟他说 我是不是 你看看底部是你一边睡 如果一边前一边注件加深呢 这很可能是个木道 从我的理解来讲 他应该说 给这个木道有话 因为他不平不为 无目的就能慢慢来 但是我没想到木道那么大那么唱 想到就二一二十米 就也就炒出他嘛 有木道 就意味着有木葬 春秋时期的大型木葬 位置正处在老子故里 后人祭祀和供奉老子的太清宫移植范围内 那么 木葬的主人 会不会就是老子 这个推测一旦得到证实 那将会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 这座意外发现的隐山大墓 这座意外发现的隐山大墓 这个断代就成了重要的一环 木葬一直欢迎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纯球时期的东西 请专家看 马康也处了一些隧道 也讨厌啊 也转门请专家看啊 也就是背景那些大专家看啊 他们看了一个 也有人推测 这应该可能是纯球时期 或者战国早期 这不正和老子生活的年代极为接近了 那么木葬的行制也与此相符吗 刚好这个呢 在这个图上就有这个四平 我们现在可能是个头 现在就往北侧再继续追 一直追追 大概追到五十米上的时候 追了出现两个 这个这个人就像木刀 像两侧一样前了 就撑一个 那就是等一会儿 这个这个木刀的情况出来了 然后木石的情况 你能保留质量就保留了 一般情况下 中秋时期的车马坑 确实位于木葬的一侧 或木道的开口处 这正好和发掘现场的情况相吻合 那么长度累计达到了五十米的木道 又意味着什么呢 把那木刀印象 原来我木刀就是十几米 三十米二十米 五十米确实没有见到在场 面对这样的超级大木 考古队员们都积给半分 很兴奋 这兴奋还有一点不可思议 比如找人 这个是不是一个大木啊 怎么那么大 就想象这个太大了 因为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温泉基地 整温泉基地 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量的绕门 1997年9月 尹山大墓顶多的轮廓终于完全摸清 这是一个拥有两条斜坡木道的中字形大木 尽管木道两端都被后期的建筑所打破 但残留下来的长度仍然达到了四十九两五米 牧师开口宽达七米 从尹山大墓的位置和年代来看 这座大墓极有可能就是老子的最终归宿 可这个结论却与文献记载完全矛盾 难道是实际出现了谬误吗 孔子说老子提油荣血 荣烟 提油荣血 就是老子这个 就是按照史记里边记得 就是孔子认为老子这个高深莫测 像龙一样 说老子是从东周的王朝的官员 掌管图书的官员 后来他就退隐了 所以退隐之后这一段是怎么个情况 我现在就没有记载了 关于这位高深莫测的道教祖师 史记中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记载了他的归宿 老子居周景之 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官官令隐喜约 此将隐以强卫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其所终 除了归宿的迷惑 老子的生平年龄身份 与孔子的交往等等 在今天的学术界都存有争议 甚至他究竟在何时何地 住处道德经都有不同的说法 西出寒谷 这个到底是出的什么官 现在也有不同的争论 然后后来就说 守官的那个官员 守官的官员那也叫官隐 这个官隐这个人名 也有也有不同的解释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 不得不面临参考资料缺乏的处境 再加上老子为人低调 撰写道德经时 以至暮年 这些都造成了老子 你一样的人生经历 那么眼前这座中字形 规模惊人的大墓 墓主人会是老子吗 商周时期的藏旨规定 贵族墓藏分为假字形 中字形以及亚字形三种 分别拥有一条两条和四条墓道 这其中亚字形大墓归天子独有 中字形由诸侯享用 假字形早期也属于诸侯 后来才扩展到了 几乎所有等级的贵族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老子是周首藏室之时也 这个职务呢 已经相当于感谢在国家图球版的馆长 和大墓版的馆长 那么担任这样职务的人 会是高等级贵族吗 老子逝去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能够使用这样的丧葬礼仪吗 有没有可能这座大墓的主人 并非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仙者老子 而是一位诸朝的地方诸侯呢 咱这个地方要缝一个族的家里 应该有些危险 咱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没看到这个 就湖南无一这个 还没有这方面的危险 仪师隐山 考古工作者最初只是想找到更多 更直接的古代祭祀老子的遗迹 可谁知尊探出来的 竟是一座同时期的超级大墓 如今种种迹象都表明 大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 不知所终的老子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成为解开这个历史遗团的亲历者 1997年11月 尹山大墓的发掘正式开始 但刚刚清理完地表的现代土层 一个以外的发现 就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把 牧师开口回田并夯实的田土边缘 突然出现了多处土质疏松的空洞 一个疑问 树间爬上了考古队员心头 难道这座大墓 在久远的年代早已被盗了 你们在这个法学期间 发现的图不一样 这个牧师有一部分 图比较坚硬 是好图 但有一部分这个图就比较粗 是那个毁图 别人的毁图呢 就感觉这个毁图部门 形成一个 在向下 下瓦的一个落坑 始终有一个 一米多个 一米多这个宽的 一位的大园柱 这个园柱呢 它是用这个花族 挥田的 这说明 一定的这个木鱼 一定有人这个动作 坚硬的牧师夯种中 出现的小面积 孰松区域 很像是年代久远的稻洞 稻木者打穿夯土 植底牧师 得手后 为了掩盖 又用土 回田了稻洞 于是 留下了土质差异 有稻洞 稻洞的开口还不小 更令人沮丧的是 同样的现象 还远不止一处 接下来队员们 在牧师开口的四个角落 都发现了 类似的痕迹 考古发掘 最让人痛恨的 就是盗墓 盗墓 不仅盗走了 墓葬中的珍贵文物 而且 对墓葬建筑本身 往往也构成了 极大破坏 湮灭了宝贵的历史信息 是旷运持久的 逃步发掘 徒劳武功 随着盗墓的出现 隐山大墓发掘现场 一片哗然 发现了博物盗墓 专家请问黑 胆形 黑开吧 这个墓 被盗了 你看那么大不动 坏了 这个墓是不是 是不是个红墓啊 盗墓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罪物 它几乎贯穿了 整个中国历史 许多古代大墓中 原本丰富的信息 就在这样 一次次的截略中 损失殆尽 位于陕西宝基的 秦景宫大墓 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 从1976年开始 整整发掘了十年之久 可是这座超级大墓 历史上曾多次被盗 盗动总数竟然超过了200个 原本规模庞大的墓室 经过这样蚂蚁搬家式的盗扰 几乎被洗鞋一空 给辛勤忙碌了十年之久的考古工作者 留下了必一生的遗憾 同样在河南 1992年 永城盲荡山 经线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 堪称史上最大的超级实质 牙式墓 可是这座西汉梁孝王 王后的营墓 尽管有厚厚的山体 和三千多块巨大的墓道 塞石保护 仍然被多次盗穿 先来的盗墓贼盗光了盆墓 来晚了的 因为没能挖到宝贝 为了泄愤 竟然砸毁了墓室势壁上 大量的装饰物 如今 深藏在太清宫遗址墟下的 隐山大墓 同样贤情堪忧 厚厚的夯土层下 会不会延续景宫大墓 和梁孝王王后墓的悲哀呢 不论结果如何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只不过热火朝台的劳动场面 便有些沉闷 大家都在 欢迎这个武当 一顿到火以后 没有啥信息 由于面积太大 墓室的发掘进展缓慢 一米 两米 三米 直到1997年 即将成为历史时 发掘现场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三米多 就是那个 初时洗日 什么都行要 不过这不多行 也就是比这个 中年人稍微一些 但是以后 就是以后跟这个 两个真的不一样 有三米多 墓室中的填土 在挖掘到三米多深时 灰土凹坑突然到了底 盗墓没能打穿 墓室有可能保存王好 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经传出 现场参与发掘的人们 经不住欢呼雀跃起来 可是在张志青的内心深处 这时候还留着一个 大大的问号 这个盗墓问题啊 一直是这个困扰大家 一直到这个法律 整个法律到一时候 也都没有这个大家 坚定了没有盗墓 没有问题 盗墓已经建了底 张志青还在顾虑些什么呢 原来结构松散的灰土凹坑 虽然不建 但同时消失的是 坚硬的墓室夯土 在距离地面四米左右的区域 所有的填土都变得均匀疏松 好多没有了 这么多人比较土安土了 地面不就拼了吗 他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究竟这个是 是这个墓室的填土呢 还是盗墓这个被打床了呢 因为盗墓有可能有放下滑油大碗 是不是都被盗了呢 但是疑惑只能深埋心底 因为张志青担心 这会再次影响世界 于是在大多数人看来 危机早已不复存在 盗墓没了 张志青搞笑 不能映以太大 不错 没有盗 没盗跌 然后没盗石 盗洞的困扰 貌似已经消失 但隐山大墓的发掘 依然进程缓慢 因为各种困难 接二连三 不期而遇 哎呀 那贵南可以说了 贵南初中啊 玩得那么墓道那么差 墓那么深 玩得这些图 因为走位都是方子 没地方晃 还要运去黑衣缘 这个也是非常贵南 那个图子非常大 隐山大墓的发掘 采用大街顶的方式进行 墓道和墓室中的填土 被逐层清理 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进行施工作业 考古队还面临着 另一项挑战 他玩了玩就贪荒 因为墓一直让他一把 就是毁土 就文明会叫祸土 这个祸土就不容易 这个支离性就差一些 玩了就容易贪 所以他玩了贪荒 做一些危险啊 这些东西都比较多 所以这个墓段 有瓦有神 有瓦有神 那个贪荒的危险就越来越大 发掘进行到这里 玉冬平原 已经迎来了寒冷的冬季 于是阻挠着考古队员的敌人 又多了一位 下雪下雨 多少天都是这个 被天使都是一片 晚上就是 结成冰 很冷的冻 非常厉害 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 1997年年底 隐山大墓 牧师的发掘 终于有了第一个发现 牧师八米深的地下 开始出现了二层平台的痕迹 同时在平台上 还有两具人类骨骼 骨骼上都附着有红色的朱砂 根据摆放的位置和形态判断 他们应该都是殉葬的人生 经过现场的初步检查 西二层台上的训人士女性 身高1.7米 年龄在18岁左右 东二层台的训人骨架下半部 因为他方被砸坏 无法准确断定性别 只能估计年龄在16岁左右 但根据经验判断 很可能也是位女性 发现二层平台 其平台上的骨骼后 1998年的第一摩曙光 终于降临了 这时候冻得硬邦邦的土层 突然开始软化 可人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更大的困难竟然再次出现了 古瓜岛大概将近九米岁的时候 已经出现地下潜水了 地下水位非常好 再来到丑水了 几步同时摧水的话 全都进行丑水 实际上已经无嘴 要是不丑水的话 那水都已经有这么沉 几台水泵 24小时同时不停地抽水 可人们还是要在 不断涌出的积水中工作 隐山大墓发掘到现在 距离农历新年 只剩下不足半个月的时间 这时候不仅临时请来的 农民公司向在动摇 就连领队张志青 一度也都产生了疑惑 那个城门也非常高 也非常那个 飞尸飞碟 如果没人是个红墨 就有可能就说 把那墓室结果掉下下就行了 不可能再把水再吹 在那么长时间再吹吹了 作为考古发掘的领队 终止发掘对张志青来说 无疑是一个让人遗憾的选择 原本对隐山的发掘 只是想找到祭祀老子的实物证据 可上天给他们的却是一个 绝对意外的惊喜 原本以为能够亲自解开 老子归宿的千古之谜 但背道的阴影 却始终不停地纠缠着他们 如今地下水的出现 让张志青和队员们 不得不再次面与选择 大墓的发掘就这样 以遗憾收场了 带着故隐河南陆毕了吗 1997年初 河南省文武考古研究所 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迅速组织人力武力 对位于周口市路易县城郊的 太金工遗址群进行考古发掘 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 都有名叫太金工的建筑 用来祭祀和供奉老子 至于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路易太金工 是许多古籍文献中 记载的老子出生地 发掘的原因正和这个有关 最重要是随着老子古籍的 一款一级 1998年1月21日 农历8月23 这一天俗称小年 也叫祭造节 在这样的日子里 天南海北的人们 大多都在忙碌着准备过年 可是河南省路易县太金工 在隐山大墓的考古发掘现场 墓葬的清理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当木坑底部的一件星铜圆顶被递到在二层台上等候的工作人员手中时 人们在器物上发现了几个珍贵的文字 这是一种久远的象形文字 粗略解读 队员们发现 他竟然真的和那个大家迫切期待的推测相关 老子口 当这三个字被宣布后 现场一片混沌 眼前的这座周代大墓 真的属于先者老子吗 史记中关于老子不知所终的记载 是否要就此改写 这位道教十足 传说中的太上老君 真的生于私 死于私 名于私 最终藏于私 所以非常的宝贵壮业 遗留至今的清代建筑太极殿 墙壁上镶嵌的元代碑客 也从侧面记录了太清宫的繁盛 太极殿前面有一个围 元代的一个制造围 然后命想起来就是 一太极殿仿样合适 势力 这就是太极殿 太极殿仿样原来的鬼 就是在这仿样势力内的 一千树母一千古历 都为太极殿妙 是否 这是冤代皇帝法的一个制造 太清宫离制 分前后二宫 前宫供奉老子 相距一宫里的后宫供奉的是老子生命 由于唐代奉老子为始祖 高宗已至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 武则天更是尊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身份 老子的道场才可以称之为宫 供奉老子的建筑称为殿 让历史上的太清宫古建筑群 有了一种皇帝 说老子 证明老子是入园 然而 这样一次普普通通的考古发掘 竟然引出了一个堪称神奇 完全属于意料之外的考古大发性 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志青 被任命为此次发掘的领队 带队来到现场 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 关于老子的记载 开篇就说 老子者 楚苦献 立香 取了你人也 陆毅古称苦献 根据金光绪年间编算的县制记载 因为出了老子 后来又改称真元心元 史料记载 唐朝时期 陆毅太清宫规模宏大 层楼碟线 整个建筑群占地多达数百亩 唐朝时期 他把太清宫作为是唐王龙家庙 整个面积达到八百四十二亩 楼台殿隔六百余间 家宫殿的长黄庄严 时光仍然 曾经庄严肃穆的道教祖庭 在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袭后 如今映入考古队员眼中的 却完全是一片熙熙攘攘的乡村街市 历史上鼎盛一时的太清宫古建筑群不见蹤影 只剩下三座清代建筑 零星地点缀在现代建筑之间 这给考古发掘带来了很多困难 在太清宫移植进行发掘 秘密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拆迁 好在路易县政府接过了这项棋手的工作 但是在等待拆迁的过程中 考古队却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为了选择法律面临比较大的法律计划 相当厚 尽管是无奈下的选择